新房装修 置办一些生活中所需的家用电器 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家电是不是买得越贵越好 大多数不会选电器的人 都会不自觉地掉进了品牌家电的坑 其实 在我看来 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 真的不用一味地去追求新型的高端家电 对于生活中的刚需家电来说 实用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 我认为这六种家电 根本就没有必要买贵的 不是瞎说 而是过来人的经验 一 电视机 你家电视有多久没开过机了 现在的电视机 已经不再是刚需了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 已经沦为了客厅的一种摆设 所以 真心没必要买太贵的 市面上一些进口的电视机 或是高端的型号 价格基本都在上万元 画质是好 功能也多 但对于一年也看不了几次的电视的家庭来说 基本就是浪费 所以说 如果你买电视只是给家人的老人 或者小孩子偶尔看一看 咱们就选个国产品牌的基础款就够了 价格在三四千元的足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了 选购指南 尺寸 观看距离在3.5米的 就买65寸的 4米以上的就买个75寸的 画质就选个4K高清的就足够了 内存 不玩游戏的话 买2加16GB的就可以 品牌 国产品牌 认准海性和TCL就对了 2 冰箱 现在市场上的冰箱品牌也多 竞争也大 为了卖高价设计的附加功能也是越来越多 什么智能大屏 远程操控 定位一军等等 真的是五花八门 随随便便一台智能冰箱 都给你卖到了18000元 但是 这些高端冰箱 我们真的需要吗 冰箱的作用无非就是食物保鲜 你买再贵的高端冰箱 用到的也就是冷冻和冷藏 与其去关注那些花哨的功能 还不如多去看看冰箱的容量和制冷效果 这才是选购冰箱的重中之重 没必要去浪费钱 所以 对于刚需家庭来说 花个两三千元买个性价比高的基础款就行了 只要注意一下它的能耗 容量 以及噪音这几个点就可以了 选购指南 容量 建议直接选400升以上的 方便日常囤菜 制冷方式 直接选风冷变频的 制冷效率高 不会结霜 能耗 选一级的省电 选二级的性价比高 品牌 国产品牌 认准海尔 美帝和容生 三 油烟机 市面上油烟机的价格 便宜的和贵的相差好几倍 很多人觉得油烟机贵的就是好 其实你不知道的是 很多大品牌的油烟机的价格之所以贵 不是产品它自身有多好 而是商家花了大价钱在营销宣传上 其实 油烟机的功能性很单一 说白了就是一个风机 装上了一个外壳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大部分机器的成本也就是几百块钱 商家给你来个挥手感应 语音控制 油污自清洁啥的 价格直接标到了五六千 而实际上 这些附加功能都很鸡肋 根本没啥实际作用 其实 油烟机的主要功能就是吸油烟 而其他的功能都是营销噱头而已 而且功能越多 故障率也就越高 所以 咱们选买一个吸力墙 噪音小的就可以了 选购指南 风量 不低于18米每分钟的就可以 如果喜欢爆炒 直接选20立方米每分钟以上的 风压 低楼层选300帕以上的 高楼层 直接选380帕以上的 噪音 噪音值越小越好 原则上不要超过65分贝 款式 追求款式和性价比的选顶锡 追求性能和体验的选侧锡 4.指纹锁 现在给新房安装指纹锁的家庭 也是越来越多 其实大家买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出门 可以不用带钥匙了 比较方便 其实 这玩意也不是啥高科技 你就算花上万元 它也不防盗 所以说 根本没必要花大价钱 咱们挑一个靠谱的品牌 买个1000元多的入门款就可以了 你记住 指纹锁的功能越少 电池就越耐用 它的结构越简单 反而越不容易坏 它只要能满足指纹 密码 钥匙 这些基础开锁方式就足够了 选购指南 防盗级别 认准C级锁新就可以了 开锁方式 只要具备指纹 密码和钥匙 这三种解锁方式就可以 指纹识别 咱就选半导体识别的 原理就和手机指纹解锁一样 方便还安全 品牌 追求稳定性的 认准德施曼和凯迪士 追求智能体验的 就选小米和华为 5.净水器 净水器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 其实绝大多数试证用水 都是合格的 你烧开了喝 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让水的口感更好 比方说 水质的水够大 不好喝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 安装净水器了 但是 除了反渗透净水器 其他的 其实也没太大的作用 因为只有反渗透净水器 才能达到指引的标准 不客气的说 目前高端的反渗透净水器 就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 这东西说白了 几个滤芯 加上一个水泵 再套上一个外壳 没什么高科技可言 它的核心 就是一个RO反渗透膜 市面上那些动辄 卖七八千的机器 要说和一两千元的 除了商标和外壳不一样 过滤出来的水质 没啥区别 所以 真的没必要花大价钱 去交智商税 选购指南 就是反渗透机器 不要太贵 两千以内的 就很不错了 滤芯要选好的 RO模认准大品牌 其次 问清楚整套滤芯更换成本 不然买得起用不起 大品牌的商家 都是靠更换滤芯挣钱的 一定要选通用滤芯 不依赖任何商家 换一次也就两三百元 六 洗衣机 在滚筒洗衣机没面试之前 家家户户都用波伦洗衣机 几百块的机器 这样能把衣服洗干净 现在开始流行滚筒洗衣机 比传统的波伦洗衣机 更加高大上 而且功能上越发丰富了 什么空气洗 杀菌除满 带烘干功能等等 但实际上 多一项附加功能 商家就多了一个 加钱的理由 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真正用到的 还是只有洗衣功能 所以说 不管你是两千元 还是上万元的洗衣机 咱们只要看它 是否能把衣服洗干净 这一点就足够了 虽然说 高端洗衣机 在洗衣和护衣性能上更好 对衣服的磨损会比较小 但是 你舍得把昂贵的衣服 丢到洗衣机里洗吗 大多数人 不还是会送到洗衣店吗 所以说 家用洗衣机 真没必要买太贵的 预算范围内 选个噪音小 能耗低 洁净力强的国产品牌 就可以了 选购指南 容量 建议直接选个 10公斤以上的 洗个大件的被套 也很轻松 款式 追求洗衣效率的买波轮 追求功能体验的埋滚筒 噪音 原则上 洗涤噪音值 不超过62分贝 脱水噪音值 不要高于72分贝 品牌 国产品牌 认准小天鹅 海尔和美的 就可以了 结语 总体来说 对于刚需家庭来说 买家电建议 还是首选单一功能的 需求直奔主题 太花俏的功能 尽量不要 这样才更实用 记住一点 功能越多越容易坏 而且价格也贵 很多附加功能 其实根本用不上 我们下期见